主持人 各位合理會的隊友 大家好 首先我要感謝主辦單位 給我這個機會 來為大家做試冊演講 今天想要跟大家來談談 有關於和美之宅 大家要跟我說 話說在台灣 在日本統治的時代 日本人發布的一個應驗 就是只准台灣人做棉花 不能從事網之的事業 那時候彰化現的台灣美人 他們非常聰明 他們就把種的棉花打成棉被 然後支成狗角部 殘組部 偷偷的交易跟種奶媽 這樣等於是 就是釘定了河北宅人 黃之祭祖 到了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做日本的照片 日本人 封封回過去 但是他們那些大的家具 沒有辦法帶回去 留下來的棉被跟坐墊 就任其光輝 堆了滿街滿地多事 當時 當時在文美地區 有一位叫做 他本身 他本身是經營聯米工廠 專門從事 聯米架工輸出 到日本去 他看到這個情形 認為說 這樣子 髒毛 又可惜 所以他就把 他的 那些東西 全部集中起來 利用 他的 現有動力 跟倡庫 倡房 然後買了 仿殺機 把那些 廢田被 跟被點 走點 放成 綿紗 支撐 一 寬度 一尺 兩寸的 包括 頭巾部 背小孩的 背巾 還有 毛巾 當時 因為這是廢物利用 所以 利潤豐厚 其他人 看的都 非常的 羨慕 所以 昏昏投入 這個行業 當然 後來也是利用 正常的 原料 加工 製造成 寬 兩尺 四寸 跟 長度 三十碼的 一批一批的 馬長 然後 暢銷到 台灣省各地 這種不能 兼顧耐用 而且 又便宜 所以 可以說 獲得很好的名聲 打響的這個知名度 在 民國三十八年 我們大陸 淪陷 政府 千波來臺 當時 美國政府 為了 扶持 台灣的 經濟發展 網織業 算是 發展的 重點項目之一 但是 它的補助 是根據 動力的資機 來做計算的單位 和美地區普遍所用的是 木工的 守之機 所以 就不在 這個補助的範圍之內 當時 很多的廠家 就非常著急 他們趕快 聯合 籌組 台中線 守之 往之共衛 對誰 共同 共推 彭亥義先生 為 李次長 向政府 大力 奔走 務役 遣求 到後來 當然 政府 也同意了 它的遣求 在民國 39年 4月 的時候 第一批 的 砂 就補助下來 以後當然是 遠遠不解 一直補助 和美地區的工廠 就利用這些砂 支撐 然後 暢銷 到 也是 台灣地區 利用這個 有力的慶金 開始了 和美地區 工商業的發展 顯得一片 欣欣降老 澎勃發展 回顧 五十幾年了 和美地區 支付業的發展 為什麼能夠 毅力不搖 這麼有耐性 就是 能夠隨著 時代的改變 求心 求病 在支付機方面 採取太舊 換新 已經 累積起來 大概有五代的 支付機 在各種方面 我們 講求的是 應應 計全 所有的客戶 都能夠提供 設計出來 對於客戶呢 也是 有求必應 像是 土地公一樣 只要有客戶 什麼 內銷外銷 都能夠提供 十幾年前 網絲業 還是我們 台灣的 第一 外交的 第一 產業 到目前 雖然是 被 電子業所取代 但是 去年的統計 網絲業 還是我們台灣 第一 創惠的 產業 所以說 在這邊 我身為一個 網絲業的 從業人 不可以 不知道這些事情 現在提出來 跟大家 分享 以上 謝謝 我想 一個成功的演講 有兩個基本要件 一個就是要 演的自量 另外一個就是要 講的神套 我就從這兩方面 再做一個簡單的表演 演的自量方面 我們看到 今天的海瑞隊友 他的衣著打扮 非常的大方 和為名 再來呢 他站在台上 台風非常的穩陷 最重要的是 他整個人 散發的一種 溫暖的感覺 讓人融入 春風 其次 我們在討論他 講的內容 擺作和風機 他整體的演講 最突出的是 他的講題 和美之本 對我們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語言 而且完全不懂 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會不由自主的 投入他的演講 之中 聽他唯美到來 和彰化和美的 法知發展歷史 透過他年代鋪陳 從日帝時代 然後到二次世界發展戰敗 從年底商 一匙兩吋 到兩匙四吋 到 民國三十八年的 政府來臺 到三十九年 四月份 第一瓶瓦殺 發放下來 這一路走過來 張化和美 他們所付出的心血 不僅在於他們的 努力跟認真 更在於他們努力於 太舊 放心 他們願意淘汰機器 跟上時代 還有 就是 他們願意 對客戶的服務 有求的意義 這也就是今天 張化和美之代 能夠正成功的原因 再來我們看他的結論 他解釁了 他是一個織布人 他今天要做這樣的研究 是因為 他以張化和美的發展為 驕傲 他以台灣重要的產業 法治品為榮 所以他要告訴大家 這一段發展的歷史 讓我們在這樣的專業領域 有所了解 了解台灣的發展史 是怎麼樣一步一角度的走出來 我想他的演講 當然是一個成功的演講 但是一個成功的演講 也是一個求真 求美 止於至上的過程 而這樣的過程 當然有自我修正 跟自我成長的貢獻 所以不要提出一些小小建議 首先 首先在演的部分 演的部分 其實不只包含壓著 甚至包含肢體動作 甚至倒具輔助 所以我就建議海外會有 下次您做演講的時候 拿出一段一尺的寸步 拿出一段兩尺四寸步 給他告訴大家 我們怎麼樣從小的步 發展到大的步 和增加民營的效果 會讓大家有更深刻的印象 其次發展史 一定要加入一段 你自己的心路歷程 你是怎麼樣發展 在支付這個法制 一步一腳步的色彩今天 才能夠更引起觀眾 顧名 聽眾的感覺 最後我要恭喜你 今天能夠身為 今天唯一講評者的 唯一的對象 已經是兩夫妻的自我挑戰 讓我們攜手 共同在國際演講會 繼續奮鬥 恭喜你 也希望我們再次到我們演講 榜恩的心 感謝由你 首先要謝謝 謝先生 您提供這樣一個精彩的演講 真是讓我們耳目一新 謝先生從他是紡織業的一份子出發 從他最貼近生活的部分 來替今天的和美之載 讓我們了解到了紡織界 有這樣一個了不起的事實 所以您的講題 非常的有趣 那麼謝先生在演講的過程當中 他的目光永永有神 目光掃視全場 聲音哼腔有力 這些語言非常的自然 一派非常的關重 這是一場很成功的演講 感謝您 謝先生 今天我聽了這個和美之載 我才了解到 原來在紡織業 有這樣一段偉大的事蹟 平常我只知道去商品 買衣服 我卻不知道 原來紡織業還有這樣一個事實 所謂前人做術 後人成良 前人之故 後人享用 聽了您的演講 以後我會更珍惜 更喜福更感恩 那麼從謝先生演講的過程當中 我了解到您已經準備了很久 您的準備非常的充分 那我們都知道 說話是溝通最好的工具 也說是表情達意最好的一個力氣 欲求千禮物 用上一層樓 這些呢 如果在往後的演講經驗當中 能夠再加入一些肢體動作 我想一定呢 更能夠吸引大家的注意 能夠台上跟台下呢 擋成一片 哦 獲得這個共鳴 輪輪輪輪 理方說 您可以利用一些道具 各位觀眾 您知道 這些衣服是哪裡來的嗎 哇 原來是從河北出場的 好 那我想呢 大家會提高這個戲趣 同時呢 注意力就會集中在這邊 那麼一般來說 演說 有一個 嗯 非常 工具 生動有趣的開場來之外 您的起承轉合 最好能夠再加入一些力證 如果能加入一些力證 比方說 您可以舉一個小故事 可以舉正常世界當中 一些不為人知的心酸史 更能夠打渡大家的心 哦 獲得大家的這個不明 同時呢 可以產生這個回饋 呃 我們都知道 這一次大會的主題 就是勇於挑戰 勇於嘗試 挑戰 你的這個 出去度 我想 you can make it 在這邊 呃 我祝福 謝先生 同時呢 也祝祝你 圓滿成功 謝謝 大家好 好 好 時代在變 觀念受到影響 行動也變成改變 自然 就創造了發展的契機 演講 演講的 去除了 書中的主人物 演講中的主人翁 他 在這個時代的一個奮鬥的一個代理 那 我們可以從他的去除裡頭 充分的了解 這個主人呢 他在奮鬥的過程當中 那種堅毅求生的過程 日本人 把留下來的這些東西 他 運用他的智慧 變成了這個 又沒有的東西 廢物利用 那 在遇到 生存 關鍵的這個危機的時候 他懂得 仇組工會 來需求政府的資源 接著呢 在整個過程當中的發展 由手工的製造 改成 機械的生產 所以 我在看這個整個的 敘述的過程 真的是 非常棒的一個 典型的奮鬥人物 那 演講者 在這個過程呢 非常有 不但充分的展現了 他自己 寫台的這個 廣度 有知識性 也有參考 智慧性 但是 在這個演講過程當中 也不是沒有 可以改善的地方 首先 我要建議的是 如果在 音調的 一兩頓重 在這個部分 能夠再加強一點 我想 全面的演講 更有精彩度 第二 我看到的是 在內容的結構上 比較平估直訊 所以 如果能夠有 起程轉合的 精彩的結構 我想 這樣更好 當然呢 我還是很肯定的 這件事情 我講 原講裡面 第一個 我看到它的優點是 它的 知識性很夠 因為 整個的產業的過程 它都交代得很清楚 讓我們 天見大看 第二個 實用性也很夠 因為 它細數了 日本來走 之後 怎麼樣把 這個 廢棄的東西 用它的 idea 去創造出 成績 當然 它也提到它的 這個 過程 只有經營的智慧 比如說 怎麼樣 讓自己呢 生存下去 尋找政府的資源 或者是 改變生存的策略 這些呢 都是它的智慧 所以在全面的演講裡頭 我真的非常肯定 下次 絕對有更精彩的演出 我想 這是可以期待的